各位旗友,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讲一讲左马盘河第13局 本局棋意在为我们介绍在丢子的情况下如何采取先棋后取 我们快速进入棋局 黑方上马,红方也上马,此时黑方进足 红方出局,黑方也出局,进鞠过河前来压制 黑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马二进三形成双正马 这也是平风马应对当头炮最好的一个阵型 走到这里之后,红方采取兵器进一 防止黑方形成两头蛇 黑方马七进六 这就形成左马盘河应对当头炮过河鞠比较经典的阵型 红方上马,黑方进鞠 意在将来鞠一平六或者说鞠一平七做一定的准备 那么接下来红方比较好的就是兵武进一 采取中路突破,黑方进足挑起战端 意在回马踩鞠 红方平鞠准备吃马,黑方进足吃掉 那么在这里前面我们介绍的很详细 如果说退居吃马的话,黑方进足吃的话 交换完毕,黑方有一个先锋小足的优势 同时红方的底线容易造成一个空虚 此时红方选择一意孤行,打通中东 黑方比较好的就是先吃掉一个 接下来红方进兵吃足先手将军 黑方仅此一步,四四进五 红方退居吃马,得回狮子 黑方平鞠占据内道线 防止红方锁定降门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 前面我们介绍了红方 其实他的走法非常的多 有兵武平四,兵武平六 兵七进一,还有马七进五 当然呢,平炮进鞠啊,都是比较常见的走法 今天我们继续介绍他第二个走法 选择兵七进一 目的引诱黑方进足吃兵 一旦这里吃掉的话 他迅速能够平鞠杀过来 结合后方的马炮,鞠坐先锋的话 使得底线很容易攻破 那么在这里,黑一方比较好的走法 就是选择上马吃掉中兵 先减轻一层威胁 那么接下来,红方有两个走法 进鞠吃马,以及平鞠吃马 当然,进鞠吃马这个变化 我们前面两局已经做了充分的说明 黑一方都有一个泡拔品气 瞄准底下 使得红方在这里采取了一个贪吃 最后导致落败的原因 本局期我们看他比较稳妥的走法 也是正朴的招法 鞠四平五 这样吃马 显然这个马是不敢逃的 如果说逃不开的话 很容易被抽 那现在黑一方又该如何选择防守呢 就此的话,肯定是不愿意的 那么这里显然呢 能不能再次平炮 因为前面一局你平鞠吃马的话 这里我们平炮打象 红方得不偿失 那现在你平鞠这样的话 吃马的话 我进炮打底下 是不是再有平炮打 六路市将来瞄准九路鞠 这个变化呢 这个走法就显然不成立 因为红方完全可以进炮打掉马 先手来一个将军 那么现在你要么飞向 要么平炮 我们看比较顽强的平炮 看起来还瞄着鞠 实际上这样一走的话 红方选择飞向 那么接下来黑一方这个计划 完全就泡汤了 反而得不偿失 白白丢掉一个马 好 由此说明红方在这里 这个走法还是比较稳妥的 那么黑一方比较好的走法 又该如何呢 最好的就是炮二进一 用这个炮给马伸根 当然有可能走到这里 还有很多朋友会认为 这步棋是不是走得太差劲呢 因为红方进兵吃掉足的话 就危险你这个炮 同时居吃着马 那现在 黑一方是腹背受敌 两个子都难以防守 实际上真是这个情况吗 这里就是黑一方给红方设计的一个巧妙飞刀 看起来吃着炮 实际上黑一方这里 还价当头炮之后呢 停炮打着鞠 那现在你该怎么走 首先说明 如果说进鞠吃马的话 反手一打的话 显然丢鞠 那要么现在呀 要这个鞠又走不开 首先我们在这里 可以推演一下 这里来不了 这里是鞠口 这里是马口 它要么是鞠五平四 要么就是鞠五平到八路 那比较稳妥的就是鞠五平八 但是黑一方一上马的话 中物炮一将军 这里踩着鞠又踩着马 不想丢鞠的话 仅此品鞠回来 那么好了 这里黑一方一上马吃掉马的话 你现在仅此一步进炮打着炮 这里还不敢平兵吃炮 因为这个马结合后方这个鞠啊 显然是一个比较标准的钓鱼马 杀法 进鞠砍底式就是杀琴 即便是你现在成事的话 看起来这个防守阵营很不错 但是黑一方完全可以退炮 然而这个棋局继续往下发展的话 显然是黑一方尽多大子 同时双鞠通透 红方这个九路鞠啊 完全还在老家睡大觉 黑一方取胜也是指日可待 当然 红方这个鞠啊 无处可去的话 他能不能进炮打掉马呢 看起来也很不错啊 实际上你这样一走的话 黑一方他是没有炮进行打鞠 但是可以平炮打掉炮 这里先手将军 无论是你现在成事还是鞠砍炮 那都是形成一个自杀的行为 这个鞠啊 白白的被牺牲掉了 在开局 红方已经呢 丢掉这个中路鞠 显然黑一方能够迅速锁定胜局 由此可见 黑一方在这里进炮的话 就为红方设计一个陷阱飞刀 那红方不能进兵吃足的话 他比较好的走法就是进炮打掉马 此时不打的话 稍微迟疑 黑一方可以平炮 反打鞠 那红方显然得不偿失 那么这个局面之下 黑一方他还不敢平炮打 因为你这里一平炮打 他进鞠一吃 相对而言 红方是采取一炮换双 那显然黑方丢子 因为目前来说 红方后方阵营鞠马炮 此力阵型非常的强大 那么这里打完之后 黑一方这里来了一个环架当头炮 正好借此机会拉扯住红方的鞠炮 现在这里你是走不开 同时红方还不得不防守 他仅此选择四六进五 如果说四四进五的话 禁居底线 将来居和足 能形成底线 偷袭 那么在这里 现在明显你撑完事之后 黑一方 如果说平炮打的话 他进鞠吃 形成一个简单的交换 接下来黑一方进鞠 目的借助后方这个炮 要平居砍炮 那么现在红方能不能进鞠吃掉足呢 先想你将来 这里吃的话 我可以平鞠吃你的炮 但是黑一方可以平居吃 那你现在还来不及吃炮 这个局务必要走开吧 无论你闪到哪里 都有平居砍掉鞠 然后抽这个马 那么显然呢 红方这个局面上不占优势 那么红方这里 还有比较顽强的走法 就是借助这个小兵 平炮打掉足 用小兵给炮伸根 看起来红方先前的一系列的操作 明显得了一个马 占了一个便宜 那黑一方 接下来这里还是有妙手的 抓准时机 进鞠捉他的鞠 趁此机会 他这个鞠走不开的时候 现在反而 能够威胁他一下 显然 黑一方目前来说 抓着鞠的话 红方这个鞠往哪里闪呢 他无论往哪里走的话 黑一方都有平居吃掉足 然后前后捉着双 那这个局面发展 那红方不占任何便宜 那他比较好的走法 就是平炮打掉足 这里来一个将计就计 形成交换 那么倘若看起来 黑一方这里有退炮回来呀 防止你浸泡几线将军 同时鞠吃着炮 鞠还吃着鞠 看起来也不错 但是红方完全可以退炮 将来就把这个鞠给守住了 那这个局势发展下去了 你这里吃的话 形成交换的话 他后方还有鞠马炮 使得他的兵种比较有优势 所以说在这里啊 黑一方应该采取果弹的措施 品质吃掉鞠 红方平炮打掉鞠 这部棋主要的目的 就是结合中路有炮的优势 形成一个抽子 接下来品质吃兵 这里先手来一个将军抽 抽这个马的话 也仅此一步 选择马戚剑武 他的目的也是将来 丢掉这个马的时候 可以飞向不后中路 打掉这个组 现在黑一方近居捉死马 红方飞向 此时品质吃掉马 红方平炮打掉足 那么走到这个局面之下呢 很显然双方啊 都是居双炮 红方无非就是多掉一个兵 那黑一方此时看起来 也可以品质吃掉兵 但是走这步棋之前呢 还是要稍微稳团一点 他比较好的走法 就是炮武进一 看起来这里打着足啊 实际上后方有炮 主要的目的也是防止 不让红方还价当头炮 这个局面之下呢 继续往下发展的话 也是战线拉长 双方啊 如果说比较完整的话 完全也是一个合起的局面 那么好了 今天这一局啊 看起来最后双方都以合为贵 但是也是啊 为我们展现了很多飞刀的细节变化 好了 其实我们今天这一局啊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这一局啊